我的政治信仰和我的宗教信仰有矛盾吗 没有矛盾 一个是有神 一个是无神 有神跟无神使你没有侵入到深度 到深度之后有无都没有了 那才是真理 为什么呢 有无是对立的 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没有对立 有对立的就是二分法 所以佛法到最后它没有对立 要把我们自己心里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对立的这个念头要消除 你有对立你就很痛苦 你就有烦恼 你就有忧虑 如果没有对立 心平气火 那真叫无比的快乐 这个东西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不是外面造成的 外面说他给我对立 我不跟他对立 两个拳头对打才打得起来 你这边一打他来打我 我这边没有的打落空了 我还是快乐 他也不造业 但是您知道我们所学的这个哲学系统 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辩证唯物主义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它是讲对立的 所以我跟西方有些教授 明教授给他谈 我说西方的思维是死路一条 我就举例子 我说你们是不是从幼稚圆 就叫竞争 是啊 我说你知道吗 竞争提升呢 斗争 斗争提升 战争 战争提升 就是世界末日 整个世界毁灭死路一条啊 我说东方教育不是 东方教育从小教育叫离让 没有竞争 这个离让和目相处 互做互做 这是一条生路 东西方思维不一样 学佛就是要学习没有争斗 对 那么以这种为信仰的民众 是绝对不可能对任何阶层造成威胁的 不可能 你不是我们学佛的人 你把我杀掉 我不会恨你 我也不会报复 心甘情愿 我提升了 提升 用心 你没有诚会 你会往上升 你有诚会有报复 来生的时候还要报仇 还要互相残杀 彼此双方都受伤害 后边 你杀的我 反正人决定没有生死 这是肯定 生死是神的 神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脏了 你会脱掉换一件 人这个身体老老旧了 不好用了 不好使用了 丢掉就换一个身体 这是真的 这个绝对不是假的 人生死是神的 再次 二十更 之后 二十 感谢观看